我们在谈这个共法跟不共法 在密教里面是有很多的不共法 甚至于我们征佛宗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共法 那么不共法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大家都这样子修的 有几个人特殊这样子修的 就叫做不共法 大家都一起这样子修的 就是共法不是不共法 但是也有很殊胜的一些法 特殊的 就也是一种不共法 那么这当中也有所谓共仪不共 共仪不共就是说 虽然是很特殊的法 但是已经公开传授的 就叫做共仪不共 不共的意思就是很特殊 那么这个很特殊的法 大家都知道了都在修了 就叫共法 他的共仪不一样 他的修法不同 他的修行不一样 他仪轨不同 必须要受特别的灌顶 这个都属于是不共法 这个在显教里面没有 虽然是佛教的东西 但显教里面没有 所以他是属于密教的不共法 金刚明王都是属于不共法 所以我们生活中 在灌顶上面来讲起来 所有的金刚明王法 一定要清灌 没有摇灌 绝对不摇灌 有些比较特殊的口诀 还要特殊教你的 我们小的以前讲过这个心中心印 心中心印 心中心印也是要特殊的 不能随便教的 你比心中心印 也不可以让其他的人看到 好像故意你会心中心印 我就故意比一下心中心印 这个是我的心中心印 不可以让你知道 好像你这样你就比较高了 大家都拼命看 我学会了 这还什么心中心印 这就变成共同的印 这个心中心印 就是完全是一种秘密的 你知道的 你能够招请的 别人不可以的 你公开了心中心印 就变成共法 我们小的心中心印 是不可以公开的 因为你一比心中心印 活菩萨都要下降 那么随便一个人比一个心中心印 小孩子也会了 他玩个什么心中心印 活菩萨就下降 这不对了 还有浅魔印 招魔来跟浅魔 跟浅善这个魔 这种印也不可以乱比 好像招魔印 把这个魔给他招过来 然后再给他遣送 也有的 在密教里面也有的 但是也不能随便教 一教你这个一招过来 又把他遣送 哪是很便当 没有错 但是其中处理不当 就有问题产生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招魔 可以遣魔的 这个也是很特殊的 这个就是属于 不共 很简单讲 密教里面 这个很多的秘密法门 三观 你知道有三观 知道有二观 知道有三观 三观也不能随便跟你讲的 也不能公开讲的 那个就是属于不共 只有一般来讲 有传授给你 你知道了 哦 原来是这样子 不能用你的想念 不能用你的脑筋去想 你可以想 三观可能是这样 那是可能 没有经过传授的 也不可以修 这个就是不共 所以很多密教里面 有很多的秘密法 必须要经过根本上师本身 跟你讲解 你才能够清楚明白的 这个都是属于不共法 那你假如偷偷跟人家讲说 我有这个秘密法 是三观的 是二观的 是四观的 是怎么样子的 就拼命跟人家讲了 这一讲啊 这一讲啊 你把那个好像是说秘密都讲出来 这就是违背了 四位三妹 就破三妹 所以不共法里面应该都是有这个四妹 三妹啊 这个金刚界在里面 有这个金刚界来讲 是不可以破的 不能破的 那你讲出去了 你就是破金刚界 很简单 很多秘密之间啊 不可以说的 你说出去了 就是破三妹 在密教里面呢 它的规矩就是这样子的 你已经跟你讲了不共法 结果你把它把不共了 变成共了 这个就破三妹 像真佛中里面呢 有莲花童子的法 那么这是我们真佛中里面的共法 共同大家都要修的莲花童子的法 是公开的 是共法 但是对外来讲啊 它就是不共法 就是不共本尊 这样清楚了 莲花童子 因为我们真佛中里面才有 所以它是属于真佛中的不共本尊 还有真佛中 还有不共西地 就是玛哈双年祠 就是不共西地 别的宗派修了半天 他不会到玛哈双年祠 那么真佛中的弟子修了 他可以到玛哈双年祠 这个叫做不共西地 不共成就的净土 所以这个密教里面有一个净土 叫奥明净土 奥明净土 是密教才有的净土 玛哈双年祠 是真佛中才有的净土 所以是不共净土 莲花童子是真佛中才有的不共本尊 就是这样子称呼的 所以这是跟别的宗派比 我们才有不共净土 不共本尊 假如是在 是自己宗派里面 就是共 跟别的宗派比 就变成不共 这个共跟不共 可以讲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像在师尊本身来讲起来 做师食 师食在我们讲起来 在我们众活中里面 大家都会做 那你结三三印 结沾水谈子 一谈 要观想你要师食的对象 全部来 你撒米也是一样 米啊 拿起米来弹 弹出去 这个米撒出去 化为甘露法石 撒水也是一样 一沾 一弹出去 化为甘露 那所有你要招请的供养 统统集合来 被你设招而来 接受你的甘露法石 但是这个是在我们 尊佛中里面 是属于供法 大家都要做的 大家都会 在外面来讲 就是不共 今天讲到这里 好麻烦 便宜